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十七号在东京的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说 提出以G7为中心 广纳志同道合的国家成立经济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 也就是北约的核心功能在扩大 除了集体防卫 在纳入经济层面的合作 特拉斯提议可打造稀土等战略资源供应链网络 以及管制半途体等高端技术出口等 对抗中国经贸胁迫 如此一来不只能保护各国的利益 不让发展中国家掉进债务陷阱 面临经济危机 也能保卫台湾 而其实这样的想法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日前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表示 是时候扩大与网友的合作 面对中俄的威胁 史托腾伯格还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说了这样的话 史托腾伯格强调 北约正在扩大与印太盟友的合作 因为中国经济和实力的提升 不只对北约的安全利益或价值观构成挑战 且这个威胁绝非是区域性的 各国需尽速采取行动 因为这攸关全球未来的民主稳定 净新闻最后报道 立刻下载净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净好新闻